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 国务院18号发布公告 决定2008年5月19号至21号为全国哀悼日 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期致哀 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设立调研部 5月19号14时28分起 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 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敌防空警报鸣响 为表达对在地震中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 北京澳组委决定5月19号至21号 奥运圣火在境内的传递活动暂停三天 今天清晨4点58分 天安门广场在正常的升旗仪式之后下半期 以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 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 奥运圣火 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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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8年5月19号 20号 21号 全国哀悼日 全国各族人民都以最庄严的仪式 深切哀悼这次地震灾害中的遇难者 在5月19号 全国哀悼日到来时 中国驻外使领馆纷纷举行下半期仪式 以表达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者的深切哀悼 当地时间18号晚8点 北京时间19号零点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下半期致哀 以表达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者的深切哀悼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刘古昌率 全体管员及家属300余人参加仪式 当地时间18号17点半 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馆 为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者举行了悼念仪式 总领馆门前下半期致哀 全体管员在国旗下默哀三分钟 李保军总领事主持了整个悼念仪式 美国东部时间18号下午4点56分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下半期致哀 中国驻美大使周文仲表示 在当地时间19号凌晨2点28分 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下午2点28分 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将与国内同步 在大使馆集体默哀 以表达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者的身界哀悼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18号晚宣布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所有政府机构及学校 在全国哀悼日期间下半期致哀 以表达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者的身界哀悼 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表示 在全国哀悼日期间 澳门特区所有政府机关将下半期致哀 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在5月12号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之后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利用国家地震台网的实时观测数据 速报的阵级为理事7.8级 随后根据国际惯例 地震专家利用包括全球地震台网在内的更多的台站资料 对这次地震的参数进行了详细测定 据此对阵级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阵级为理事8.0级 据初步调查统计 此次地震最大烈度达11度 破坏特别严重的地区超过10万平方公里 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 四川省 北川 石方 绵竹 汶川 彭州等地 截至18号下午16时 已经从四川地震灾区废墟中救出36563人 临时安置456万5300人 全省各医院一共收治灾区伤员162152人 四川地震灾害造成死亡31900余人 受伤209900余人 被埋9500余人 18号 抗震救灾进入岛第7天 灾区的各项救援工作全面深入展开 救援人员争分夺秒的搜救被困群众 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截止到18号8点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共出动113080人 出动各型飞机1069架次 军列92列 动用大型运输车 吊车 冲锋舟等各型装备 11万台 派出医疗队115支 期间来 挖掘出被埋人员21566名 救治受伤人员34051名 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和游客 20万5371人 空降机降物资307吨 抢修道路557公里 成都军区向38个重灾区乡镇 增派的5200名官兵 18号12点已全部到位 18号下午4点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马健介绍说 目前救灾部队共划分为5个责任区 第一责任区现在投入23950人 第二责任区投入12000余人 第三责任区投入了14300余人 第四责任区投入了8800余人 第五责任区投入了25000余人 18号下午3点36分 汶川应秀镇被埋146小时的沈培云 被成功救出 并被飞机送往医院救治 一个又一个顽强的生命 在救援人员的不懈努力下 获得新生 截止18号零点 卫生部已向灾区派遣医疗卫生人员5530名 调集救护车550辆 医疗救治队伍已经覆盖到灾区每一个县箱 实现了医疗救治全覆盖 其中646名卫生防疫人员 正在灾区全面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加强了对灾区环境质量情况的全天候监测 11个重灾地区的52个饮用水源地 均符合饮用水源地水质标准 目前还没有出现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截至18号11点 军队第一所野战机动方舱医院 在绵阳全面完成部署 展开200张船位四个手术台 公路铁路方面 18号因地震被严重损毁的 都江厌制应修镇213公路被成功打通 随后黑水松攀至茂县 茂县通往北川的道路也接连被抢通 至此通往汶川地震重灾区城镇的公路通道 全部打通 受灾地区的主要游路也已基本恢复